Hello,大家好,我是Rifi,咱们又见面了好,最近我给学生上数学系织课,还有给学生答异的时候发现了,已经有一部分同学开始用ChateGBT来帮助他们完成数学博业了,哎,时代发展的太快了,AI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了,可以帮学生完成数学博业了,哎,要想我当年,数学题想不出来的时候,一般就是自己想一想,或者和同学讨论一下,去问问老师,最多也就是在数学网站上,问一问别人, 现在学生可以直接问AI了,哎,对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ChateGBT呢,听过的扣一,没有听过的扣二,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ChateGBT,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强大,ChateGBT是由OpenAI研发的一个人工智能聊天程序,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一个学士非常原谱的老师,你可以和他平等的进行交流,你还可以问他非常多的问题,他几乎都可以回答的很好, 比蠢蠢的theory强太多了,他可以回答世界第二高峰是什么这样的常识问题,也可以帮助学生写数学作业,回答数学问题,还可以帮助程序员写程序找bug等等等等,总之他非常的强大,接下来呢,我就以数学为切入点,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功能,你可以问他非常一般的数学问题,就比如说你可以问他什么是黎曼猜想, 他就会告诉你说黎曼猜想是黎曼则谈数的所有的非平凡零点的十步都是二分之一,然后你可以再问他黎曼猜想困难吗,他会告诉你说黎曼猜想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可以说他的回答非常的棒, 你也可以问他一些非常具体的数学问题,就比如说问他为什么x的绝对值在零处不可导,他会告诉你说,因为x的绝对值在零处的左导数和右导数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继续追问他说什么是右导数和左导数,他就会给你相关的定义,然后你再继续追问他,x的绝对值在零处的右导数是多少,左导数是多少, 他就会告诉你说,x的绝对值在零处的右导数是一,左导数是负一,而且给了理由, 从这个回答可以看得出来,x的GVT真的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厉害,你也可以问一些其他类型的数学问题, 就比如说你可以让他给你一个处处连续处处不可导的函数的例子,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威尔斯特拉斯函数,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他回答的也特别的好,给出了这个例子, 由上面的这些例子可以看得出来,x的GVT真的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厉害,问了很多问题,他都可以回答的很好, 大家可以自己动手试一试,测试一下,测试完之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很强大, 但是x的GVT是无所不能的吗,其实不是的,他也会犯很多错误,甚至会犯很多低级的错误, 下面我就归纳一下我所发现的错误,大家如果在使用x的GVT的时候也发现了错误, 可以在评论区中说出来提醒一下别人,第一个x的GVT竟然会犯常识性的错误, 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就比如说我问他有哪些数学家获得过负尔茨奖, 他告诉我说,华尔茨在1994年获得了负尔茨奖,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华尔茨并没有在1994年获得负尔茨奖,他其实是在1998年获得了IMU银制奖章, 严格来说这并不算是负尔茨奖,负尔茨奖获奖名单其实在网上一搜就可以搜得到, 我并不能理解为什么x的GVT会犯真的低级的错误, 第二个x的GVT似乎并不会数学运算, 我问了他很多数学的具体运算,他都算错了, 就比如说我问他111和123这两个向量做差乘得出的向量是多少, 他回答说是-48-4, 但这个明显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也很容易算, 大家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再比如说我问他x乘以落叶x, 这个函数的积分是多少, 他给出了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是错误的, 其实这个自己手算也能算得出来是比较简单的, 由这些例子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x的GVT他似乎并不能进行数学运算, 所以大家最好不要问他一些具体的数学运算问题, 第三个x的GVT似乎并不能进行数学逻辑推导, 就比如说我问他根号2是有理数吗, 他说是无理数, 这个答案是对的, 但是接下来我让他给我一个证明, 然后他给出了一个证明, 这个证明是错误的, 有一步过不去, 可以看得出来, x的GVT并不能进行数学逻辑推导, 以上三个就是我发现了x的GVT会犯的错误, 其实x的GVT还会犯很多其他错误, 就比如说他往往对比较新的文章的内容理解, 有非常大的问题等等等等, 可以看得出来x的GVT虽然非常强大, 但是也会犯很多错误, 而且更要命的是, 有很多时候错误往往非常不明显, 很多时候他是一大堆真话里面夹杀着一句假话, 而那句假话是非常难以找到的, 所以当你使用x的GVT, 当你问x的GVT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你不知道他哪一句会犯错误,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